肖斯文表示太平王星期深后 他提醒胡莲务必保全自己 萧燕燕听到了二人的对话 当即生气的来骂乌古里 乌古里根本不关心胡莲 愿不愿意嫁 甚至认为胡莲是看中了太平王的权势 萧燕燕顿时气急 当场跟乌古里翻脸 还是韩德让开倒了一番 萧燕燕才想通 于是来找乌古里和好 胡莲得知两个妹妹又哭又笑 闹了一通 现在又一起睡着了 便也跟他们躺在了一块 大婚之日 太平王与习颖一同来接亲 萧斯文只希望 他们能好好对待自己的女儿 两对新人出萧家大门 太平王与习颖赐酒赏物 太平王所赐之物被一抢而空 而习颖的赐物无人上前领 还是打领解了她的尴尬 萧燕燕不舍得两个姐姐 她站在萧府门口左望右望 只希望老天能够保佑他们 朝野上凡是有分量之人都前去恭贺太平王了 而习颖这边的婚宴却冷冷清清 无疑艳客到场 虎谷里心疼习颖 她在洞房之时含泪告诉习颖 她一定要帮习颖夺回一切 与此同时 宴席结束 太平王回到婚房 她知道胡莲并不是心甘情愿 表示愿意等她 没想到胡莲却拉住了她 太平王开心地抱着胡念 不停地叫着她的名字 许诺会一辈子珍惜她 姐姐们的出嫁让萧燕燕认清了现实 她已经猜到了萧斯文与韩德让密谋的大事 韩德让知道燕燕向来聪明过人 嘱咐她这些话不要跟任何人说 隔天耶律贤想还燕燕玉佩 一直跟着她来到城外 却被燕燕误以为是敌人 耶律贤这才亮出身份 萧家二女已嫁 唯有幼女孩带子归中 皇子芷墨前来拜见萧斯文 她想求取萧燕燕 萧斯文知道芷墨的心思 只以萧燕燕的年纪上小婉拒 倒是不可过早的疫情